这个是家里的一个长辈送我的 然后这个长辈是 很喜欢去内地淘宝 他对玉也很有兴趣 所以他就 看我在电视上一直在卖玉 他说你应该很懂玉 我说还行 看多了 但是还没有到专业的部分 他说你看这个玉怎么样 然后我就说 这个玉看起来很绿 因为我也不好意思 因为我不知道它哪里来的 我说这个玉看起来很绿 他说不然这个送你 我说送我 这样怎么好意思 你说那就不够绿了 再把家里那个比较绿的拿出来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更绿的 没有没有 就是不用钱的都好都好 这样子就很绿很漂亮 那虽然是不要钱的 你是半个专家 你来讲一下 你看这个手镯 它大概是 在什么店里什么地方 什么level的 我想这个A货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它的 当然就像刚刚老师在讲 它的绿不是那种很匀的绿 比较不均匀 水头也没有到 到很顶尖的水头 我估计 大概市价大概在 十几二十左右 我们等一下考验一下 余安的程度 首先第一件事情 要请赖老师鉴定 这是A货还是B货 这个 A货B货不是 这一点就看得出来 那余安你看它的 种水色 你以为它是什么种 你看得出来吗 我觉得应该在 接近芙蓉 芙蓉 它所谓的芙蓉种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这个糯米种 很多人讲芙蓉种 为什么这芙蓉 就是我们做菜的那个 那个蛋白 还没有 刚下锅的时候 还没有凝结 那种透透的微微的感觉 芙蓉种 它是水头 普通 但应该是A货 它认为大概在 十几二十 十几二十 是A货 我们来看看购物专家 到底 A货吧 A货 是吧 A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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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吸人 好 来 我们先见价 就知道余安的眼光如何 鉴赏力如何 好 请见价 二十万元 好 好 老师 咪咪咪咪开心门来啊 我们翘雨很久 好 好 我以为这不不不不 真的不不不 不过 现在就跟各位报告 我们现在买那个 整圈满绿的手镯 这个颜色算不错 对啊 满绿的啊 只是没那么均匀啊 对 然后整圈手镯 照理说啦 它应该三十五万 到四十万以上 照理说应该是这样子 这就是很明显 这有一道裂痕 你看 很明显的 哇 一刀 下来 它是天然的 是天然的 没有错 它是天然的 我要想说 是不是我不小心摔到 还是怎么样 不会的 所以说 这一般的手镯要交易 大家习惯 就会拿笔灯出来照 照的时候 而且要细心哦 也没注意 可能就是漏掉了 这个照之后 还有什么 还有技巧 这个笔灯的灯光角 很弱的话 可以靠近一点 很强的话 要拉远一点 要不然你很强的时候 放很近 就还会遮掩那些 弱眼的看不出来 把瑕疵都打掉了 对 所以很多的 闪掉了 麦玉的小姐 她会给你一个笔灯 很强 很强的笔灯 然后照你的眼睛 电子刚照上去 刚换过去也很强 你这样整个照 哇 每个都透透绿绿的 你看不到那个瑕疵 所以戴自己的灯 对 戴自己的笔灯 好不好 那其他呢 他讲的 肿水色 除了色 这个手围也很正常的 标准的 这个是宇安刚刚讲的吗 基本上来讲是属于标准的痘种 痘种 对对对 然后是痘青 我们称为叫做痘青了 然后这个 就算是这样 它还是很漂亮的 它就是可惜那一道 就所谓的 裂痕 直接讲是裂痕 真的 脚后面有那一道的话 它价值可以更高 好 好